大家好 欢迎收听网红编辑部的节目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融开TikTok呢? 我自己就有的 而最近在TikTok有一套短网剧 名字叫做《逃出大英博物馆》 这套短剧小估不到是非常受欢迎的 总共到目前为止出了三集 每集是很短的 少于十分钟 自从这套短剧推出之后 就引来大量的点赞分享 可以说得上是空前火爆 不过这一集短剧在英国媒体报道了之后 我发现当中英国媒体的立场也颇为有趣 在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订阅就订阅我们三个频道 网红编辑部、证据部和晒冷气 那就到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 这套短剧大致上就是讲述 一个藏于大英博物馆的茶壶 怎样可以离开这个博物馆 而根据网剧的内容 这个茶壶就叫做 《中华前之文博胎玉壶》 那茶壶是怎样回到中国的 这套剧在内地的抖音也引来不少人的共鸣 尤其是最后一集的时候 除了介绍了众多来自中国的文物 怎样被非法运对英国这部分的情节 都颇为令人感动 我自己就认为作为一套那么低成本的小众创作 以后能够获得这样的成绩实在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不过英国的BBC就不是这样看了 BBC是怎样评论这套作品呢? 他们就这样说 就说内地接二年三发布这套网剧 目的就是要迎合中国民众的民族情绪 这次就希望进一步加剧中国官方一直以来所宣度的 要求大英博物馆归还文物的复兴 这种做法是刻意去炒作 目的都是挑动起民族情绪激发爱国情怀的一种手法 BBC这样来批评我个人认为 就真是非常之过分 BBC这样说 目的就是要描绘成中国民众是一群容易被挑动情绪的族群 但有一样的事实就是 英国过往的而且确是做过一些抢夺或者抢夾属于中国的民物 虽然这些事情都已经是发生在过百年以上 但是事实就终归事实 的而且确英国过往做过一些那么令人不堪 难以接受的事情 事实上有不少在大英博物馆里面的展品都是属于中国的 而很多都是 但是当年英国的殖民历史底下掠夺或者盗取 而根据中国文学学会的统计 至1840年鸦片战争后 就已经超过多达一千多万件的中国文物流失到世界各地 当中包括欧洲、美国、日本、东南亚等各级 其中更加是有些属于国家一级或者二级的文物 单一级至二级就已经多达一百万多件了 另外根据联合国家科文总绩的统计 全球就有多达四十七个国家有二百多间博物馆里面 都存放着中国的文物 总计多达一百六十多万件 但是大英博物馆的管床 就已经是多达二千三万多件来自中国的文物 另外平时也都长期陈列于公众的 就已经有多达两千多件大英博物馆 可谓收藏着来自中国所流失的文物 最多的博物馆之一 而且当中有不少属于中国的文物 在展览厅里面都是擠得很逼劫 更加有很多的都是只有编号在这里 连名都没有 甚至连保护罩都没有 是容许游客随便地去捉我 有一些还被刻意地切割出来 这样对文物所造成刻意的破坏 对一些不少的资深的古董收藏家 看到都感到令人心痛 而大家可以在画面上看一看 这一只就是其中被切割过的文物 这个是属于来自中国明代的流离砖 上面刻有栩栩如生的四条龙在上面 同时间也规探得到在中国明代流离的工艺 去到多么征占 先讲回这套短剧 这套叫做《逃出大英博物馆》的短剧 总共只有三集 每节就很短 全部都不超过十分钟 它是以一种耳人化的方式讲述一个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一个茶壶 这个茶壶就叫做《中华前之民博胎肉壶》 这个茶壶就化身成一名少女就离开了大英博物馆 而在路上也遇上了一个颇为英俊的中国记者 最终也获得这名记者的协助下回到中国 这个茶壶去到第三集的时候 节目内容就交代了这个茶壶回中国的目的 当这个茶壶回到国内走访不少博物馆的时候 就拿出一大袋家书回来 这一大袋家书就是例子留在英国的文物 他就将这些家书一一读出来 向流失在海外文物的心声带回到家乡 从中也突显出这些文物的思乡之情 和一种被夺之痛 经历了百多年的浮沉 这些文物都仍然期盼着 希望有一天可以回到中国 整套片最令人催泪就是这部分 我自己看完都有被这套片所感动到 这套片虽然很短 但我认为制作都颇为精良 当中的故事所带出的现代文青感觉之外 更加在网上获得巨大的回响 可以说是空前的成功 而英国媒体也特别注意到 这套视频获得了大量的转载 不知英国媒体是否刻意去丑化 还是他们是无知 我看到的就是 他们用了一个诋毁的角度 来讲述这次的现象 他们全部都没有讲到 为什么会有人拍这套视频出来背后的原因 要知道当年英国趁火打劫 直接在中国的土地上带来人为灾难 趁机掠夺来自中国的文物 这些事实英国媒体不单止没有讲出来 而另外BBC就这样报道 他们就说当中短剧里面所引用的茶壶 其实就不是历史文物 他是在2011年来自中国苏州 一名艺术家 他的名字叫余婷 就是由他亲手制造出这个茶壶 是一件现代的艺术品 而大英博物馆就在2017年出钱买回来 自此就成为这个馆的收藏品之一 事实上这个茶壶的而且确不算得上文物 这方面BBC就没讲错 而且在大英博物馆的微博账号上 也有详细介绍过这个茶壶 而在这套视频里面 当中的故事就是将这个茶壶以人化 来作一个比喻 带出中国的文物流散到英国 我自己就认为 这个茶壶本身是不是文物呢 这个根本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当中所带出的信息 而这套短剧所带出的信息就是 告诉大家 很多中国的藏品目前仍然收藏于大英博物馆之内 这些藏品到底何时才肯归还中国呢 好了至于每日电讯报又怎样说 每日电讯报就说到 在三套短剧之中当众流露出一种很不满的情绪 就是利用一个化作为女主角的小茶壶 带出这些文物在博物馆里面 怎样被随意看待 所以这套剧可以说得上是对大英博物馆的一次嘲讽 而至于国内的央视新闻又怎样说呢 原来央视新闻也访问了创作这套短剧的创作者 根据创作者的介绍 为何他们会选择用这个茶壶来做主角呢 因为本身这个茶壶就不是文物来的 他们是这样解释的 因为大英博物馆里面有很多中国文物 但是有不少是缺乏资料 而这个茶壶本身就是用来推广中国文化用的 藉此就能够证明到中国的玉雕工艺 时至今日都是没有失传的 所以这个茶壶的制造年份和所采用的技术 就是最为之清晰的 而的确这个茶壶是属于大英博物馆的 所以到最后这套剧也交代了这个茶壶 也有回到大英博物馆的 而当中在短剧里面最令人催泪的情节 就是这个茶壶如何将这些流散在英国的中国文物所写的家书 带到中国一一将它读出 明显的就是对英国过往略夺的历史有一次严厉的评击和谴责 从中我们也看到英国媒体 他们全部都没有好好看待过他们过往发生过的历史 连提都没有提的 但是就一一都是花上大蝙蝠的报道来说这套剧 其实就是要迎合中国人的民族情绪 藉此就是嘲讽大英博物馆和英国的 从而也都能够成功地迎合到中国人的口味 而再加上在最近大英博物馆的而且确爆出盗涉案件 借此也都是对大英博物馆严厉批评 从中也都加大了外界对这个博物馆所收藏的保密要求归还的呼声 而至于每日电讯部还特别提及到这套短片 就是为了迎合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浪潮 藉此就是加强和推动强大的中国人认同感 从而就能够借这些情绪来得应对和西方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 现在我自己认为这一众英国媒体的说法简直就令人感到荒谬绝论 转转转就是一种推测和契赏 而我就很想问一问他们 究竟有没有中国人看完这三套短视频 会出现民族情绪高涨大爆发?我相信是不会的 事实上更多的就是由于过往中国的迹弱所以才被人欺负 因而搞到这些属于中国的民物一一流散到世界各地 这些除了是历史伤痛以及印记之外 更加重要的就是给世人一个警示 我们中国不能再变得好像以前清朝一样那么职弱 更加不希望将来会发生的 而至于独立报又怎样来批评呢? 独立报就认为中方过往一直呼吁 英国要归还这些文物是正当和合理的 更加是值得一名前英国的财政大臣George Osborne 几次严厉的嘲讽 这个人目前正正在担任大英博物馆的董事会主席 而他在担任英国的财政大臣的时候 当时他对中国很有好 他曾经呼吁英国和中国建立一个更加紧密的关系 你看现在中国都不给你这个前英国财政大臣 对你现在所身为这个董事会主席的大英博物馆 严厉的评击可以看得出 这些英国媒体没有一个可以有客观的讲述 这些中国文物的来历 事实上也不单止中国的文物 包括苏丹、埃及、尼日尼亚、希腊等等国家 也都对英国作出同样的呼吁 就要求大英博物馆尽快归还以前他们所略夺得来的文物 以至上个月的时候有英国媒体爆出了 大英博物馆里有人监守自导 因而都令不少人去质疑大英博物馆的保安和信誉 不过仍然有保守党的议员到今时今日都仍然坚称 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博物馆之一 同时这个博物馆还说有能力保护里面的藏板 但是你这件丑闻爆出之后你还怎么能够继续坚持这个论点呢? 原来当中涉及被偷的藏品竟然多达二千多件 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更加讲到 今次的盗窃事件可谓史上最严重的一次 所以你说这个博物馆还有没有能力可以好好保护里面的藏品呢? 所以这种说法简直就是可笑至极 中国多年以来一直透过不同的方法 就是将身处于海外的中国文物透过法律诉讼 甚至乎协商捐赠等等方式 致力在国际公约的框架下追索这些流失在海外的文物 而根据中国的统计自1949年到今天 中国已经成功追回15万多件的流失在海外的文物 而且在上个月的时候 瑞士更加向中国归还了五件艺术品 当中包括四个陶瓷一个钱币 在8月29日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更加在例行记者会上 表达中方对瑞士归还这些文物表示赞赏 这次文物的归还更加是代表着中国 和瑞士两国文化遗产的保护领域上的合作 更一次成功地实践 令到两国人民之间增加互信和了解 已发挥了在双方的友谊下积极的作用 到底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面的中国文物 何时才肯归还给中国呢? 看来这条路还是有很长要走 希望你们英国的政客真的要好好反省和正视自己所发生过的历史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抖音或者TikTok上面的网站 找得到这一年三集的短视频 好了,今次就讲到这里 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